据台湾媒体报道,资深艺人陈生近日陷入了一场性骚扰风波。 女设计师吕伟佳公开指控,称在2019年前往陈生公司修改提案时,遭到了她的不当行为。 据悉,陈生在饮酒后举止轻浮,甚至三次直接询问吕伟佳是否愿意与其发生关系。 吕伟佳试图逃离现场,却遭到陈生的威胁,最终只能仓皇逃离。 回家后深感委屈与愤怒,吕伟佳在随后的发文中直接点名陈生,并写道,你的才华与作品,不应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 他表示,在收到陈生团队的联系后,他原本抱有和解的意愿,但对方未能公开道歉,且道歉信内容含糊其词,未提及性骚扰一事。 这让他感到极度愤怒。 陈生,本名陈志生,1958年出生于台湾彰化县西州乡。 作为台湾歌坛的佼佼者,他不仅拥有众多快智人口的歌曲,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词曲创作人,音乐制作人和影视演员。 然而,这次事件无疑给他的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。 值得一提的是,陈生与著名女歌手刘若英之间,曾有过一段微妙的师徒情谊。 刘若英曾多次公开表达对师父陈生的敬仰与喜爱,甚至在激动时泪流满面。 然而,时光荏若,这位昔日的歌王如今已年过六旬,在2020年,他被诊断出患有原发性口腔癌,面对生死。 他选择了勇敢面对,他向弟弟交代了后事,并嘱咐将骨灰撒在绿岛附近的海中。 他还举办了一场生前告别式,展现了对生命的豁达与坦然。 尽管病情严重,但陈生依然牵挂着结婚30多年的妻子。 他恳求医生一定要全力救治他,因为对他来说,妻子是他最放不下的牵挂。 在妻子的陪伴下,陈生开始积极接受治疗,终于在2021年成功进行了手术。 康复后的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他深感时间宝贵, 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。 他努力保持年轻的心态和状态,并宣布将继续举办演唱会。 然而,这次性骚扰事件无疑给他的演艺事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。 陈生,这位台湾的创作歌手和音乐制作人, 他的音乐曾经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。 然而,这次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他背后的另一面, 希望他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,积极改正, 并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。 除了在音乐领域的卓越贡献, 陈生还以其多才多艺和多元身份赢得了大众的赞誉。 他曾为刘若英、金城武、任贤奇、马上人等乐坛巨匠打造经典歌曲, 并担任制作人,同时还撰写杂志专栏, 发布散文小说和音乐书籍,并亲自指导MTV作品。 此外,他更是环保生态公益活动的积极倡导者。 陈生在歌迷心中有着声歌的亲切称号, 而他的情歌作品则因其独特的风格被誉为声势情歌。 这些歌迷们,他们自称声迷,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粉丝群体。 虽然陈生以喜欢变装和品酒的形象示人, 但私下里,他其实是个运动爱好者, 热衷于游泳,三项铁人赛和骑行等运动, 以此保持身体的活力。 自2009年起,陈生与张宇,黄品园组成了三个好男人, 音乐组合,他们的演唱会足迹遍布全球, 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和一致好评。 而陈生的个人演唱会更是别居一格, 从瑞芳的酒粪到淡水的舟子湾, 再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武岭, 以及澎湖和绿岛等海岛, 这些非山及海的场地选择, 都彰显了他对音乐的独特追求。 而每年的跨年演唱会, 更是成为了台北市的一道靓丽风景线。 从1994年至2018年, 连续举办了25场, 创下了辉煌的记录。 然而,命运却对陈生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 在他不幸被诊断出癌症后, 他不得不暂时告别了舞台。 陈生的音乐才华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, 但他的私生活却也曾遭遇过波折。 2002年6月27日凌晨, 陈生在台北市兰桂房POP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奇迹。 临桌的客人肖杰文因不满陈生没有向他敬酒, 竟然纠集了一伙人对陈生动起了手。 在这场打斗中, 陈生头部受到重创, 右手神经麻痹, 店家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, 陈生被送往国泰医院接受治疗。 经过紧急手术和康复治疗, 陈生最终康复出院。 事后陈生表示, 自己并没有与人结怨, 也不清楚为何会遭到这样的攻击。 而据唱片公司透露, 当天陈生是到一位乐手哥哥开的餐厅吃宵夜, 不料却遭到了临桌客人的挑衅和攻击。 尽管经历了这样的挫折和磨难, 但陈生依然保持着乐观和坚强的态度, 继续在音乐道路上追求自己的梦想。 由于陈生伤后右手无力, 麻痹, 每次停讯后要在笔录签名时, 陈生只能改用左手牵出歪歪斜斜的名字。 陈生说, 人生本来喜怒哀乐都有, 我就是不希望大家用悲悯及灰色的角度, 来看待我受伤的事。 如此看来, 这件事中的陈生, 好像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。 陈生在此事发生后的几年间, 形式风格也确实更加低调了, 但是2012年发生的一件事, 好像也暗示着陈生当时遭到针对, 或许也跟他自己的性格有关系。 那是2012年12月6日凌晨, 陈生到台北市赴景街夜店, 飞行中对炮, 先是对老板周真豪出言挑衅, 后来又用台语三字经语非常不雅的字眼, 讽刺空少出身的豪哥有特殊性倾向, 令豪哥血压飙高, 事后豪哥在某社交媒体批评陈生, 目中无人且狂妄自大, 还说, 还好, 从以前我就没有喜欢过他, 更别说他的歌, 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以前喝酒为什么被揍了, 2012年12月6日晚间, 陈生在朋友的协调下, 到飞行中对Pub与豪哥达成和解。 陈生在被记者访问时有点答非所问地说, 这里离我家很近, 三分钟而已, 我觉得这里很有趣, 离开前还说, 其实你不懂我幽默, 完全就是驴头不对马嘴, 顾左右而言他, 这次事件发生后, 也使得陈生的口碑慢慢变差, 按道理来说, 陈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, 并且加以改正才对, 可他并没有, 反而变本加厉, 于是就有了两年后的, 在演唱会上消遣当时的台北市长陈菊仪式, 2014年5月3日, 彭佳慧在高雄巨蛋举办演唱会, 担任嘉宾的陈生, 在舞台上消遣高雄市长陈菊拿公关票进场, 并脱口说出, 台北市长都是买票进场, 一度令陈菊表情僵硬, 气氛尴尬, 陈生虽在下台时大喊, 彭佳慧, 我爱你, 陈菊, 我也爱你, 却是无济于事, 后来彭佳慧在接受采访时坦言, 当时真的很难接话, 这两件事的发生, 让陈生在粉丝心里的好感度下降了不少, 还好, 后来陈生因为生病, 工作种种原因变得沉稳不少, 至少不会再说出一些让人尴尬的话, 这也让喜欢他的歌迷们感到欣慰, 毕竟, 陈生创作的歌曲还是很好听的, 并且, 陈生还确定将于12月31日举办第28次跨年演唱会, 与歌迷一同迎接2023年, 这场演唱会取名为《他乡》, 与他的最新专辑同名, 在记者会上, 他首唱新歌《他乡》, 坦承在办公室听到奸奏的口琴声, 总是忍不住思念离去的亲人而落泪偷哭一下不行吗? 反问他们究竟去了哪? 去山上? 怎么跑到那个格子里去? 陈生提到今年听张爱佳告知作家张北海过世的消息, 让他一起许多往事, 新专辑写给失去的亲人, 友情, 写给分手的恋人, 写给飘走的那朵云, 写给离去的一切, 他的父母都长眠在金宝山, 对方曾提议他办音乐会, 那我能得到什么? 不就两个窟窿吗? 他说有故意和努力地把生死看淡, 但夜晚躺在床上, 还是会想怎么算都没剩几年了, 而要做的事情很多, 也还有很多地方没去过, 时间要抓紧一点, 他有感而发表示, 这十年世界变得非常焦虑, 最大的祸害, 就是你们面前打的计算机, 让世界变快, 也变得焦躁, 因此, 我没有网络, 没有计算机, 我笨, 我依依一直用手写, 就连我的爱情片都是光盘, 我没办法玩计算机, 让人生进入另一个界面, 我是在提防他, 他还大叹时间不够用, 2022年上半年都在创作, 完成了十数幅巨型画作, 参加了高雄美术馆的梦河连展, 我没有穿衣服在画图的, 只穿一条短裤, 因为身上都油漆, 完成画作后, 他又马上制作新专辑, 已完成第41章专辑, 将于12月发片, 他还跟团队约好了, 2023年2月22日, 要去菲律宾骑脚踏车, 未来终极目标, 是想去南极火地岛, 看来, 现在的陈生也彻底想开了, 不再去纠结自己生病的事情, 也希望他能够调整心态, 配合医生好好治疗, 早日康复, 能够继续陪伴支持他的歌迷朋友们, 一个又一个跨年夜。 文质 文质